大家好,这里是局势不容乐观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版本这场打野 无极剑胜 1 这个血量 我要死了吗 多血看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看清楚了 挂A挂A 我直接就是个螺旋跟进 彻底疯狂 看那边的赏金就知道这一把我们是什么样的局面 全都是有赏金的 收下这波 也可以证明了剑胜的强度 虽然这几波 看起来有点无脑 但是没关系 等一会给大家 首先说明本期视频 全部来源于亡者局 纵失局以下我都不带路的 这话说的不是我傲慢自负 非要装逼 而是我想象自己的教学 不含水分含尽量比较足 OK咱们进入比赛的画面 这一场我是0-3开局 前期打得非常烂 咱们玩剑胜啊 剑胜抓人 那不叫抓人 那叫支援队友 尤其像我现在 0-3的剑胜 抓人 我估计2打1还打不过对面呢 我这边选择尊草 他们是没有我的视野的 因为我已经扫描造过草了 这边我在等他一个机会 就算我原被看到了 我也不知道出去 等他出来 机会来了 他的位移技能和虚拟都没了 直接出去阿尔法偷袭 砍砍砍砍砍 无脑砍 直接无脑砍 我直接斩获三杀 你敢信这是0-3的剑胜吗 然后呢 照性过来 OK大家从我的视角 并没有看出太惊艳的地方 那我们带路敌方看一下 看这个时候我已经就位了 但对面没有我的视野 注意看好 来啦 来啦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I want to play Double kill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Tweak kill You have to kill 看到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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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走 我屁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我老八 再次出现了这个地方 注意看这一波 随时勾到了 但是这是一个毒瘤 他过去了 我根本不想理他 注意看凯南位置 我们其实要围绕凯南来打算的 这边我直接选择 把核心向把他们卖了 作为一个剑圈 咱们要忍辱服装 等待一个时机 这时候我们家上演了一个 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我们的队友在疯狂地点我 问我为什么不来 为什么卖他们 这一摸 有没有一点四层相识 准备好了没 各位 直接α偷袭 进化瞄解 再追着A 知名者都点满 疯狂A 锁定的A 挂A挂A 直接一一一打四 好取四杀 这就是剑圣 我可是烈士方啊 我0-3开局又怎么样 那波三杀 早已让我的烈士荡然无存 这就是我 OK咱们健身的实战长度 介绍完毕 咱们看看这个符文 符文很简单啊 主流肯定是知名节奏和凯拳 对面爆发不多 你就选法球 对面控制多 你就选犀牛角 对面的战士多 你就选适应性铠甲 装备呢 破败聪明刀死五 对面爆发多 你就捕血手 对面战士多 你就捕黑切 对面暴击多 你就捕蓝盾 我玩致命节奏 喜欢附魔水银 不喜欢附魔精神 剑圣是一个需要普攻的英雄 咱们红开 然后再刷石头人 再刷小鸟 为什么先刷石头人 不先刷小鸟呢 因为咱们小鸟 离上和谐比较近 如果说你刷完小鸟 看到对面打野跟你抢和谐 你可以选择跟他换和谐 因为呢剑圣前期 除了螳螂 打不过其他的打野 应该没几分你打过的 咱们基本上刷野路线就是这样 先刷红区再刷蓝区 就算你不抓人不死 只要你保证不死 在五分钟之前也可以做出破败的 注意啊在1600的时候回一下家 因为1600的时候刚好呢 做出来破败的两件套 两个小剑嘛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 剑圣怎么去抓人 剑圣的抓人 他不叫抓人 叫支援队友 什么情况该去支援队友 我们来看这一波 像这一波就应该去支援队友 当你在干什么 你都应该停下 这个野我直接不刷了 我去支援队友 为什么这一波就 一旦我抓到 我蹭到一个人头 或者蹭到的经验 远比我这个野外多 我看这边被他勾中了 这波他们肯定是打的 就算对面有眼他们也会打 知道吗 因为他们走不了了 我这边过去直接混个人头 你们都说我的队友多么多么好 咱们看看这个卡莎 很好吗 OK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多多点赞评订阅 啊 我是局势不用乐观 看我视频 丹麦王九 你也可以